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前大使接问及 翟轩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 翟轩 大家好 前立委林玉芳 大家好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赖清德昨天再度重申新两国论 重申两岸互不隶属 说要靠实力达到和平才有保障 他就讲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这件事情他又再提了一次 他说这叫做社会共识 而且要靠实力达到和平 这才是真正的和平 那今天其实有各报都在讲说 美方告诉我们 这个有什么猎杀已登陆解放军的利器 最快今年要送达千套攻击式的无人机 这是美国政府公告最新对台的军售 两款攻击式的无人机飞弹系统 包含了弹簧刀300跟 这个Altius600MV 两款合计大概是1011套 那他们讲说这是拜登政府 第15次对台军售 那国务院指出说 这两笔军售将在2024到2025之间来交货 最快从今年开始 台湾就可以收到这些猎杀性卓越优越的武器了 那但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赖清德日前讲说 不能接受首战集中战这样的投降主义 可是前黄复兴党部的主委 这个季灵连发出了一封信给这个总统 他说他署名啊 这个陆战队被翼上将 季灵连批评赖清德就职演说 说错啦 这个黄埔孝敬又在说错 首战集中战连接到投降主义说 这个有种这个牛头皆马嘴之嫌 他强调 这个筹购火山布雷车 还有鼓吹拿扫把实施城镇战 这才是彻底的失败思想投降主义 所以他是直接这个去呛了赖清德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目前南海争议有一些新的画面曝光了 这是菲律宾方面公布出来的画面 那的确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海景 跟菲律宾他们的一个对峙 我们来看看这些画面 那中国大陆他们的海景呢 说是依法进入到这个仁爱礁附近的海域 所以他们就是对于他们说 这个菲律宾的船只有是非法的闯入 所以他们采取了管制措施 而且呢四船包围一艘这个菲律宾的小艇 那菲律宾的军方也公布说 当天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就是中国大陆的海景啦 手持斧头 以及这个把飞船呢 就是等于说这个斧头 直接把这个小艇的这个气艇 给砸破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菲律宾很生气就说 你这样的行为跟强盗没有差别啊 但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也非常强硬的回应 就说菲律宾不顾中方的劝阻 执意要入侵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 才是这一次事态升级的主要的原因 那中国大陆的海景也公布了一些 登检菲律宾船只的相关的画面 布林肯讲说 你中方的行为是在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啊 那美方将会这个 恪守跟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条约 但是呢 你看到李强跟安华的这个会面 安华讲了一番话 他说呢 东协国家应该要自主妥善处理南海问题 控管矛盾分歧 促进对话合作 而且坚持双边解决问题的大方向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 中国大陆跟这个东协 由鹿跟东协自己处理就行了 不需要有一些其他的外力介入 这是有一些东协国家 其实并不希望美国一直在当中 扮演一些这样子好像挑事的角色 那再来菲律宾是不是有点 好像算盘拨错呢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他说菲律宾现在公开了 这个中方的一些危险行径 那他说对于跟中国大陆 在南海纷争上面 现在改变的策略 那借此就对外公开 中国大陆的行径来深化 跟美方的军事联盟 然后来限制北京把事态升级 小马可是还指示官员说 中非的争执 非军事化及国际化 官员也藉由出动海岸防卫队 以及出任务实力行性的 让国际的记者 国外的记者一起来随行 来达成这样的一个目的性 但是他这样一直不断向美方靠拢 已经让杜特蒂跟他的长女儿 也就是说菲律宾现在目前的副总统 现在跟他的关系越演越烈 双方等于说已经是联盟破裂了 当时他们是搭档一起来竞选 可是现在这个萨拉杜特蒂 已经在19号的时候辞去他教育部长 以及反叛乱工作小组的副主席的职务 也就是说他不再担任他的内阁的职务 他只保留他民选出来副总统这样的一个职务 换句话说这也显示出来 杜特蒂家族跟小马可是已经是破裂的 这样的一个迹象 他讲说辞职不是因为能力不足 而是真的是真正关心教师跟年轻人 说是这样说 但是其实古自己的原因是因为跟杜特蒂 这样子对于美中关系站在不同的面向 那再来我们看到美国的前情报官员讲说 菲律宾说穿了其实只是个工具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陷你于灾难当中 他其实讲得非常的直白 那他是说呢 其实等一下 美国把这个菲律宾当成工具而不是朋友 真正的朋友其实不会这样子推着你 这样子去起冲突 然后甚至是把你的国民一起推上了 这个战争的前沿 这是美国的一个前情报官员的一个 很实在的大白话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预防委员 预防委员怎么看 这个赖清德又再度重申 这样子的一个新两国论 您怎么看 赖清德的个性 他是非常坚持 他比较没有那种 妥协的那样的一个精神 蔡英文有些事他是放在心里 所以我说他是比较阴柔的 他是放在心里 然后他有他一定程度的弹性这样 你也可以说是妥协 那赖清德 我说他是阳刚 所以他的意识形态 对大陆的一些的看法 基本上是 你看他过去十年二十年讲话 他没有什么改变 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所以我觉得 我不会对他去强调这些 腹部隶属的问题 我不会很惊讶 因为普遍的民进党的人 赖清德下是代表 他们现在的感觉就是 现在有美国可以做依赖 美国可以做依赖 所以他们对中国大陆的 所谓的可能的武力的攻击 他们不会太在意 他们觉得美国的力量 加上台湾自己的力量 是足够嚇阻中国大陆 如果真的一旦动了舞 他们也认为 台湾可以挺得过去 这个是可能基本上 跟国民党的看法会比较不一样 国民党的看法是 我们最好避免战争 就像纪迪连将军所讲的 孙子兵马其实也讲过 三战者扶上行 不是说很会打仗 而是说很喜欢打仗的人 我们就要用最严格的刑法 对付他 因为一个战争下来 死人死的真的是太多了 他纪连连将军 举了乌克兰战争 给以色列在加上走廊的这个战争 认为死伤惨重 而且什么时候才结束 遥遥无期 所以他认为我们的战略 应该是要避免战争这样 所以这是双方的看法 比较大的不同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至于说 赖金尔讲马银九的所谓的 说是投降主义 首战就是中战 马银九的讲法是 认为中国大陆的做法就是这样 我不发动这场战争 我一发动对台作战 我就一定要要结束他 我就一定要用胜利的方式来结束他 好 这个其实用逻辑上去推演 我不要讲中共讲什么 这是合理的 因为你对台湾发动这个战争 这个冲击是非常非常大 不是只有对台湾 对大陆 对周遭国家 对美国 对全世界冲击会非常大了 习近平小不小的 小的 邓小平小不小的 小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战争 几十年来没有爆发 最重要的原因 中国大陆是有所忌讳的 可是如果中国大陆决定要打了 他现在看到加萨走廊的情形 看到乌克兰战场的情形 你认为习近平会怎么想 我就把这个战争打得很长 就像这个乌克兰战争 从前年的2月24号打到现在 还要从加萨走廊的战争 从7年10月27号打到现在 就慢慢的拖 我认为他不会 因为像俄罗斯现在其实是非常 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惨痛的 所以中国大陆的想法就是 我不动刀 动武之类 我一动武 这场战争一定要快速的把它解决掉 快速的结束它 所以对他来讲 我这个战争不能拖 我一打就要胜 就是习近平这场讲的 说部队招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就是得胜 就是一定要胜利这样子 这种推想是完全合理的 你不能说这是一个 有这种想法就是所谓的什么失败主义 不是这样讲的 你一定要了解敌人在怎么想 我们的战略 我们的战术 才能够设计的比较的完备 完善 那中国大陆的底界是这样想的 你如果中国大会问我慢慢的拖 我打一年 打两年 打三年这样拖下去 他自己的经济拖垮了 全世界制裁行动也都可能都出现了 所以他的做法应该是说 我长痛不如短痛 我集中所有力量 我一次就雷霆万针的力量下去打 我希望在几天之内 最多在一两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之后 就把它结束掉 然后我再慢慢再来疗伤止痛 来跟各国再重新恢复关系 他想法一定是这样子的 那你又要这样子 马鑫九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你说他是失败主义 我认为这个就是缺乏民主的风度 不容许在野的政党或在野的领袖 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批评的 这样一个做法 我认为这没有民主精神 好 来请教杰老师 赖清德的言论 越来越往这个台独方向走 而且他这个越来越好战 这个其实 我认为他最大的不对的地方 就是他选举的时候都没有这样讲 选举的时候说 我是两岸维持现状 对不对 他选举的时候讲过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国 互不隶属 都没讲 对不对 他有说这个 这个黄埔有假黄埔 对不对 所谓守战及中战就是什么 就是投降主义吗 他选举的时候有这样讲吗 他选举的时候是希望两岸和平 一切遵循这个蔡英文的路线 对不对 他只拿了四成 大家认为他对两岸是怎么讲 还算不会太激烈 还不会太偏激 他骗到四成选票以后 以少数的这个好选票当选以后 怎么全部都改了 这个来讲的话 这个是一种 我认为 基本上是没有诚信的作为 对不对 你选举的时候就是表示 你商选的时候要怎么做 你就要讲清楚 你不能选举的时候 讲的自己好像什么 两岸怎么维持现状怎么样 这个他是不会带来什么 他也不是台独的今孙怎么样 怎么搞得一上任全部变了 而且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激烈 而且我觉得 他在黄埔军校那个讲法 真的是怎么讲来羞辱黄埔的 这些所有的子弟 他说黄埔有两种 一种是假黄埔 跑到你的学校来 到台大来说 你们台大生有很多是假台大的 你想台大人接受吗 你跑到黄埔军校 这么辉煌的战史 对不对 对中国的近代的发展 有这么重大的贡献 跟影响的一个军校 全世界都是四大军校 而且他的军人 他的毕业生很多都是怎么样 当了将官战死沙场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将官一共死了两百多个 都都是黄埔军校的 很了不起一个军校 结果他跑去说 你如果不照这样做 你们就是假黄埔 他有什么资格讲 这个对黄埔是一种侮辱 可是对他本人来讲 他怎么讲 表示他怎么傲慢 而且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 到一个值得尊敬的学校 说你有假黄埔 这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而且这次讲了这个 买了这些什么弹簧刀 这些什么无人机 我看很多军事专业都说 这个钱白花了 106亿台币白花了 这个弹簧包飞弹 最近在俄乌战争中 证实不好用 是不是美国把这些卖不出去武器 都丢给台湾 而且这种武器 基本上是怎么样 是在地狭人筹的陆地上 做城镇战使用的 所以你坐实了 你就是打城镇战 所有城镇战的意思就是 台湾2300万人 生活在台湾这个土地上 可能每一寸土地都可能是战场 就是这样而已 什么时候我们变成 我们的防卫台湾计划 变成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如果说大家都要全民皆兵的话 全民防卫的话 请问一下 那你花那么多国防干嘛 你买这种武器 把战争引到自己家门口 这是最好的防卫策略吗 这是你对得起台湾 这块生你玉里的土地 还有这边 还有4%投票给你的 是台湾的人民吗 你对得起吗 所以我觉得越来越乱 越来越乱 赖清德把这个 搅乱一池春水 而且把我们台湾 2300万台湾人 带入险境 好 来问一下杨老师 我上礼拜感冒 声音还有一点沙哑 赖清德在他的旧职演说 跟他的满月演说记者会 他都讲同样的东西 那就是两国论 两国互不隶属 中间陆委会海基会 想把它转化 叫两岸互不隶属 其实他们就是一种运用 当你谈到两岸互不隶属的时候 他可以说我们其实讲两岸 但是赖清德他连续两次定调 就是两国论 所以以后就很清楚了 讲互不隶属其实就是指两国 那这又什么意思 两国论就是台独 我觉得赖清德的这个论述 大家就不要再怀疑 那不管你支持 不管你反对 你一定要搞清楚他的论述 那他说守战及中战 其实本来的说法是守战及决战 那决战当然就是中战 希望能够达成这样子 在战争上 可是我必须简单的跟各位说明 我们的态度 过去国民党政府 马英九政府的态度是 避免战争 对 你要从人民的角度 台湾人的角度 台湾经济 你我的生命财产的角度 你可以想象两岸发生战争 不就等于基本上是 其实是一个灾难吗 不要说对什么双方 美国 全球 讲太多了 讲太大了 就对你我都是个灾难 因此我们避免战争 这个思维对不对 我看民进党很清楚 他就是准备成政战争 他没有避免战争 所以他说守战不是决战 我们可以继续打战 所以要买一千多架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 华尔街日报各位去查 4月10号 两个多月前 他就有一篇很长的报道 美国的这几些无人机 弹簧刀跟另外一款 在恶乌战场被证明 无法改变战局 没有用 英文的文章很长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即使赖金的民进党 你想要准备成政战争 你买了一些没有用的 所以双重 第一个 你是应该避免战争 结果你要准备成政战争 你要真的打成政战争 想要嚇阻人家 可是结果你买了一些 已经被证明没有用的 现在在战场上被证明没有用的 更不要说在台湾特殊的 这个战场上 那你也稍微用心一点吧 所以都是一个字 就是骗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很清楚了 大家了解吗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